全面从严治党 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党的二十大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464.8万多建 其中立案审查中管干部553亿 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 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 党的二十大广告做出重大判断 新时代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复 为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十八大以来 组织部门紧跟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步伐 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 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 以严的纪录阅束干部 打出一套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组合权 从2015年开始 全国共队四千七百多名领导干部的配偶 子女积极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进行规范 新时代全面从严正式从党中央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开启 十八大以来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76.1万多件 八项规定成了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取说 十年如一日 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的纠置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突破 中央纪录国家间连续108个月 每个月都通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精神的问题 对典型问题还要指名道姓通报毛病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共查处贪污侵占 忧亲厚友 厌过拔毛 这些问题总共是三十四点七万国家 八项规定已经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金色领域 行费者围猎 受费者全钱交易 这是腐败仍在蔓延重要的 展观围猎 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 才能逐步链除腐败 腐败滋滋生满人的土壤 要坚持不肯败 不能辅不降辅一体推进 构建好轻轻政商关系 让行费受败 一起查 成为贪败 二十大宝败 二十大宝败 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 坚持以严的基调 强化阵风俗击 是党的二十大 做出的战略部署 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 只要腐败 产生的土壤条件存在 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